欢迎再次观看《九零零新闻》 现在是中国当地时间4月8日 中国消息显示 近日有一则标题为 香港演出为女粉丝的39秒视频传播 视频内场景显示 一位男性表演者在激动人性的音乐氛围之下 脱下裤子以一位离止热情诱惑的表演过程 有不少观众激动的吼出声音 由于平台限制 原视频不能复上 有观众者视频 有网友表示 这是一则旧的视频 地点应该不是在香港 在香港社交网络根本没人讨论 这事 有人拿着旧视频随便配搁文案赚一波热度而已 另外在中国的社交平台微博上流传的 社情聊天记录显示 在3月19日 有社情名为阿琳阿北北 有一位名叫阿琳的网络用户发文提到 香港演唱会就是牛逼 另外一位网友发文提到 这女的是粉丝吗 网络名为阿琳回应提到 是的 另外的微博用户发文提到 屏幕写着Magic Man 是国外的猛男秀 是Magic Man秀 不是香港歌手 做点功课吧 别香港了 后面大屏都写了Magic Man 小红书一手一大堆土澳特色 在中国的媒体平台 哔哩哔哩哩上有大量的不同长度的相同场景视频 但是在众多评论中都提到 此事件是旧视频配新闻案赤牛量 用相关资讯解释香港网络和各种网络论坛并没有发现相关资讯 因此这样的资讯 旨在中国大陆的网络传播 研究中国的网络人士 称不排除有人在制造 舆论话题转移视线 或者制造黄色谣言 截止到现在 中国的媒体平台或相关机构 未有回应此事 同时有关此事 可能涉及的机构Magic Man 也没有回应此事 继续有关Magic Man 网络资讯显示 Magic Man6 是一流的女士之业 音乐会体验 要求女士进入一个社会 对女性不公平判断和期望不适用的世界 说白了就是一个大尺度的猛男表演演唱会